这边来看一下微博对阵天罢的第二局下半场 搬掉了女巫 没有拿红夫人 看到这条阵容 感觉拿红夫人找不到机械师 就头很大 这三个人都能遛你 选择拿小提琴家也是一个无奈之举吧 不过这张地图小提琴家其实发挥的点也蛮多的 但更偏向于小提琴家自己 因为我经常讲就是这个屠夫 他的一个技能是顺发的 就他的伤害是瞬间造成的 不像杰克的误刃黄衣的触手 你有一个判断他的一个时间 像他的一个技能是顺发的 更多的看自己自己打得准 那就是神 打不准嘛 这个东西求生者只要在一些交互点上面预判好就可以了 看一下应该是带插眼 开局第一个点 阿东这个刷点不太好 这个刷点得有一个求生者出来顶一手 帮忙吸引一下 牵制一下 这边直接交铲 这根铲子就是交给你看的 大家注意 这根铲子就是交给你看 怕你深入进来能够看见机械师的娃娃 那把娃娃一打以后就去找机械师了 这根铲子一交 那么这边企严一看 你交铲了 那我白赚一个铲 其实这个铲另有深意 大家看到没有 就是为了给这个机械师的娃娃创造一个空间 但是企严这边是杀了一个回马墙 看了一下 哎呦刚才被你骗了一手 这边能不能翻出去 翻出去 这根铲拉上 差一点点 娃娃拉到死角 你这个走地流土夫 这走的有点远了 在一个死角里面 好你待会找我机械师 我介绍拉得非常非常的远 这里也很难处理我 对吧 这个马拉松给你拉了 已经100米开外了 不对 1万米开外了 都不是100米了 是1万米开外的感觉 就在地图的另一角等着你 这套阵容打到现在这个局面 求生者算是一个比较不错的一个局了 因为你现在只能抓一个不太想抓的守木人 而外面的机械师由于现在求生者没有人受伤 这里唐哥也是很求稳 直接交铲子 因为我不受伤 队友机械师就外面再修就会很快 而且他娃娃也放出了 娃娃还能再补一段 我只要能够拖住 就是为团队争取非常大的一个修集优势 再加上这边这块板子还没踩掉 再踩板子 那这一个铲子如果拖30秒的话 节奏已经是起飞了 唐哥这两个铲子交的都非常的好 一个是战术性交铲 一个是一个稳定性交铲 两个铲子都可以对吧 喜欢玩守木人同学都可以来借鉴学习一下 交的都非常的好 机械师的自己的电机已经快要修完 这时候才受伤 该倒差不多该倒了 倒地以后外面的电机三台能修掉 机械师娃娃如果还能动一动的话 能修三台半 不过目前来看起来 好像娃娃好像没怎么动 这里我们看怎么救人 虽然说穷者是一个小优 也不能算特别大的优势 但屠夫毕竟是一个防守型的屠夫 他可以靠防守来翻盘 比如说这边打出一个双倒 那也是有机会能翻的 拉直接拉 打一刀没有能够成双倒 下一波电机只撑最后一台 求生者已经是一个宝瓶争胜局 而屠夫这里已经是沦落到一个宝瓶局了 机械师在修二楼的电机 看一下有没有人帮忙 强师应该会一起去帮忙修 傭兵这里是满血可以卡 而守木人本身他自己做椅子的能力就可以 再加上这里傭兵有两个护臂 卡着救一波 娃娃也放出来 这里是选择往娃娃修机械师过来 因为机械师有搏命可能 好像机械师想来救人 但娃娃单纯的修好像不太够 回忆这边已经一起去修了 那够了两个人修的话就够了 机械师这个位置也不像要救人 拉走只是为了贴门 拉走只是为了贴门 这边切狗 但电机已经好了 这个狗一切一刀打电机 那追一刀 这个狗可以 这个狗可以 一刀只 哎呦交护臂 好难受 还有一个护臂 再弹 哎呦 这只狗子快要脱落了 拉一个鞋 打一刀 那边再开门 应该是一个三跑局 应该是一个三跑局 而且如果你不管拥兵 待会用兵反手一绕 幸好前面是没有地窖 要有地窖 那这里是只能留一个了 这局还是前期堂哥做的比较好 这个守护人真的做的非常到位了 脱够了时间 掩护了队友 把第一波的一个危险是化为了 直接化解掉了 这波化解的一个铲子 真的太关键了 如果说刚才堂哥这边不交产 我们想象一下对吧 起研这边往小房 这个板子这边一绕 有可能看见这个玩 看见这个玩 他就去打这个玩 打完以后 机械师就拉的没那么远 他就找机械师 那节奏就不一样了 打得好呀 对我来说的玩意就要是不一样了 这些玩意就要是不一样了 是不一样了 是不一样了 至于一个玩意就能说 对我来说的玩意就能拿下来